第二個要介紹的聲音影像神器的APP是叫Volument Segmenter 那在這個APP裡面我們可以把這些CT的影像做讀入之後呢 端來做標記 甚至可以去做一些切割等等的內容 那首先我們使用的例子是這個 Create Semantic Segmentation using Volument Segmenter 那我們這邊可以載入一筆資料 我們來載入這個大腦的資料 載入後呢一樣我們可以開取我們的這個APP 我們選到我們的APP裡面來 一樣找到我們的Image Process and Condivision 選擇我們的Volument Segmenter 點開來 那這邊呢一樣我們可以載入我們的這個Volument資料 我們從Volument Space 載入後呢我們可以第一個呢我們可以看到它三個方向的剖面 大家發現我這圖都是空的 但是我把它拉到中間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每一張的剖面的二底影像的內容 那我們可以切換三個不同的剖面 那如果我們現在很快的去對它某一處去做所謂的Label呢 我們可以使用在我們的上方頁切裡面 我們使用Draw裡面呢 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種這種框選的方式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輔助我們去做邊的框選 比如說我們第一個目標可能就叫做Test1好了 那我們第二個目標可能就叫做Test2 那當我們選擇Test1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沿著這個腦流的目標呢 我們就這樣去做標記喔 好 那我標了三張好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如果假設我們到了另外一個剖面 我們到了YZ這個剖面 那一樣的我們也可以對這邊照片進行標記 所以最終呢 如果你進行了三個剖面的標記的話呢 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個比如說 這個腦流的這一個三個剖面的最終的立體圖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欸 在比如說我們標有兩個剖面嘛 我們在這個剖面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明顯的一個標記的狀況 那底下有一個藍色的一個線段部分 那還有一些更進階的用法 我們就會到詳細介紹我們來介紹 就是我們一些automatic的用法 我們可以在裡面直接去做一些3D的一些切割動作 二質化等等的 那我們這個是之後再跟大家來做介紹 那我們三分鐘的這個介紹呢 就到此結束